再来关注的是陷入绝境的加萨走廊 医疗已经濒临崩溃 超过三万七千人罹难 还有上千名伤患 急待运出到国外来救治 否则就很可能会失去生命 可是乙军仍然不开放拉法过境点 并且在周围持续的攻击 不过以色列军方拼命的宣布 在另外一个凯撒洛姆的过境点 到欧洲医院的公路上 开始实施每日超过十小时的日间战术停火 让人道物资可以运入加萨 坚持对加萨赶尽杀绝的 以色列极右派跟总理纳坦雅胡 集围反对一国军政间的不同调 也再度浮上台面 刚过去的24小时内 乙军在加萨走廊又杀死41名巴勒斯坦人 也让102人受伤 加萨卫生部门公布 累计罹难人数达37337人 可能是为回应美国施压 以色列军方宣布 从加萨南部的凯撒洛姆过境点 沿萨拉丁公路 每日上午8点到下午7点 开始实施战术停火 让等待的上千辆卡车 能运送人到救援物资进入 但9岁小女孩哈纳需要的是离开 像许多加萨伤患一样 再不外送治疗 她很可能因感染而死 逃亡了8个月 只因为想买块糖果 离开家人一下子 就被以色列空袭炸得毁容 哈纳全身20%烧伤 小脸上满是炮弹碎片的割伤 医生只能拿走碎蛋片 暂时撑起她的鼻子 但她睁不开眼睛 与她命运类似的 还有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 因空袭很可能四肢瘫痪的 受伤海童等等 以色列当局却坚持 不开放附近的拉法过境点 让这些人只能在等待中 留失生存的希望 即使以军宣布在主干道沿线 日间停火 却没有在拉法附近停止攻击 以色列极右派政客 与总理纳坦雅胡 更是痛批军方这项决策 很愚笨 无法接受 以色列军方与总理纳坦雅胡 分歧以线 且无法遮掩 战术停火的另一个可能理由是 以军同时必须面对另一个 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场 以军指控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支援下 成为哈马斯的盾牌 不断侵扰以色列北部 在以军口中 以色列始终是受害者 但以离边境战事至今 黎巴嫩也有70多位平民罹难 而对于流离失所的加萨难民而言 从1948年 以色列人来到建国起 至少三代巴勒斯坦人 都是受害者 如今几乎所有活着的人 都是家破人亡 曾经儿孙满堂的巴勒斯坦老夫人 如今全家离散 儿女们带着她 躲在汉尤尼斯一处学校中 没人知道明天 还有没有命的此刻 勉强找到一些食物 黯淡地过个节 她回忆着过去 二十多个家人 共度的欢乐节庆 语气里充满 对以色列的愤恨 对加萨的巴勒斯坦人而言 以色列坚持在此建国 才是加萨走廊 难以平静的祸根 即使停战也难解仇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